可以听见,那我直接开始了 OK,大家好,我是阿健 今天我的talking是基于通道的构造 以及他们的应用可动性 我们的方法就是 我们的方法是 首先我们会先了解闪亮通道的运作 然后把它视为一个原型 然后其次的话,我们再快速的去看一下现在有哪些新的工具 然后再尝试去拔谈这些工具通道化 所谓通道化就是把我们放到通道里面 那么在这里我们会 在第一部分当我们要计算公道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方法会跟后面两者的方法在一样 首先我们会 要直接的介绍通道化的工作方式 就是以此来了解什么通道 就是说了解通道的一些特性 然后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先了解一些软件 然后再尝试去拔谈通道化 这里面会稍微有点差异 但是在这里我们会描求 在离界组的通道中 我们要先要两个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概念 首先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在比特币上 所谓的这个资金是所谓的交易 所谓的所谓的EDSO 也就是交易的输出 为花费的交易输出 构成了比特币的区块面 运行到我们的实践的时候 最新的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种 在这种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资金的时候 把他的这个交易的构造 和交易的这个定义 也就跟其他的 状态表达模式下 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他的定义是 那就是在UTSO的这个模式下 你的一笔交易会同时指引输入和输出 对吧 就是说一笔交易 他必须告诉我们 他使用的是哪一个输入 也就是说他使用哪一个现有的UTSO 作为他的这个资金 以及这笔交易处理完成之后 他会创造了一个新的UTSO 作为他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他同时是 出现状态和借货的状态 然后就他第二个特点是 在一笔交易处理完成之后 把他拿他作为输入的这个UTSO 会为了花费的下费 完全下费这样 这个这就构成了 这种特性这种 它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特例 也就是首先 我们考虑一下先考虑 考虑一下翻译课 当我们有6TSO的时候 因为我们可以基于他的 基于他的 他的 他的这个锁定的锁定的这个交本 来是理解怎么造调的 这种发费 而这种会 比如说 而我们使用6000签名的这个交易 可以自身可以成为一个安全的 核心的程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原本 我们假设 我们有一个 双千名的UTSO 那就意味着 只有两个养股公表 对付的私要的这个签名 发费这个交易 那么在这边 只有这两个人的签名 发费 任何其他人的行为 发费 而这两个人 当中其中一个的签名 也没有发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 整个他们两个共同相应 可以自身是十笔 而其中两个人 最容易比较大 那么一方 尝试给一方一方签名 一个签名 这个签名表示 要把这个交易 要把这个输出 切分成两个输出 一个输出是 4比TC 属于自己 一个输出是 6比TC属于对方的方 那么它就意味着什么 但是向一方表达 很适合 我可以给你支出 这是一种可信的 为什么 因为对方只要 把自己的签名 加进去 就可以发费这个交易 就可以 就可以发费这个 就可以让 让这个输出的效果 在比特别的 区块链上 征征 因此还要是一个 安全的流程 为什么 因为一方提供的这个签名 他对于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 另外一个 这个运件 所使用的问题 使用 对另外一个手 对于 对于 同时 因为他直接给出 这个签名 他也不能 他的这个签名 也不能拿来改革的事情 所以整个签名 所以这个签名 本身就 这笔预签名的交易 本身就构成了一个 可信的成果 是它是安全的 那么再来然后 这种预签名的 这个交易内套 被我们用来 去发行的 这个中间 对于 我们现在 我们一起 进入一个 双签名的组员 那么再有 双签名的组员 在这个组员 我们是希望 这个组员 它是 它是一个英国 它具有 它具有 这意味着 它具有多个中间 组员 那么这些预签名的 这个交易链 它就被 我们用来表达 也是就是当 我们现在常见 的时候 可以迫使 这个 可以进入一个 然后再另外一 然后 它又被 它 它又被被推动到 下一个 那 这是最组 它 对于具备 最组 而所有之前最组的 这个状态都是用 这些状态都是我们 可以交易的 也就是说 我们再回顾一下 UTSO UTSO基本课点 第一 它有面目 其次它有一个输入 它有一个 那个锁定的这个脚本 其次 在交易当中 你会使用的一些输入 使用的一些输入 来作为它的一个输入 也是使用的一些资金 同时指定 这笔交易这笔 这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 也是UTSO 它本身也将带 自己的面部 以及自己的手臂的这个脚本 因此在这样一种 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之下 结果 有一个UTSO 安的脚本 就表示了 表示了 结果的这个状态 而一个 而一定交易 这种绿线签文的这个交易 就可以被我们用来 当成一个安全的 核心的这个程度 那接下来 我们要了解的是 在 有这样的一种特点 就是说 这种绿线签文的这个交易 它不会被发到 它不需要被发到 去外面上去做确认 对吧 它只需要双方去做 给它做确认 就行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强大的工具 也是理解 比特币上的 UTSO编程的这个 关键的条件 也就是说 它不是通过 在比特币的资金的 锁定脚本当中 通过复杂的这个编程 来使用它 可以去使用一些 运算的这个程序 而相应的 只是提供的一些 只是相应的设置 某些条件 使得能够 满足这些条件的 这个交易主义 发费它 然后并且得出一个 结果的状态 这就是 上一层演讲 Jeffrey所说的 它是一个 指验证 不去计算 不去计算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了解的是 闪电网络程式的 有够早 我在这边我会 评估视频 直接往下 然后带来看 自己看 能不能 能不能理解到 这个 这个 首先 我们打 我们 我们先前面的事情 就是 甲义两方 他们 共产党资金 进入了一个 双签名的 这个双签名的 这个双签名的 只有双方的 事情的签名 才能够发费 那么 双方的这个时候 一旦他们又有 这样的一个 2.2签名的 继续 双签名不断的去 对 对 依据 依据 继续的这个签名 并且发送给 然后 这些 交易的这个输出 其实就表达了 双方 该时刻 在这个 合约当中的 最新的签名状态 不被运动 而这个交易之间的 区别分成了 有推并对方 其实却如此 我们再 回想一下 刚刚我听到这个意思 假设 双方有一个 继续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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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我有五个比特币 你有五个比特币 你有五个比特币 在里面 那么他一发 签名一笔交易 然后交给对方 这笔交易 将 十个BTC 划分成四个BTC 和六个BTC 六个BTC 属对方 四个BTC属于自己的 这就是双品 这一方 再给对方 表示了一个效果就是 愿意给你支付 你BTC 对吧 他是个可信的人成 因为他具有用到一个签名 对方 只要愿意 把家的签名 给大家 去外面上去重新 但是 我们可以再想一下 一个 我们能不能 让这个时候 再让对方 再给他签名 支付 两BTC的交易 也就是说 变成 重新变成 3BTC 达成 给起方 3BTC 对方 7BTC 那么这就造成了 一个支付3BTC的领效果 对吧 所以 双方比不断的通过 对 一个 签名一线 签名交易 发送的地方 实现这种及时的支付 但是问题是 这里面有问题 他们说 他们每一次签名 都是一个有效的交易 这种有效 这个交易 我们不可能是成本的取消 取消 或者说 让对方 让各个地方都 都敢把 已经表达 旧的状态的这些 有效的就是 一些签名的交易 发送主观点 OK 那么 我们 就要进入 进入一个关键的东西 这个关键还可以在于 我们直接看这个 直接看这个 在一笔预售签的这个交易当中 你设置一方 设置一方 获得了对方签名的这个交易 就是这块发表的讲 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是 就是点对方的 点对方的分配的这个 分配价值 分配资金分配价值 另外一个数据是给自己的 但是这个数据里面 它 它不是只有一种发配的 它不是 它不是只能被一方的 就是要把 被市场 它可以被另外另外一个 专门特殊 都要把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相当于这个 这个 这个输出当中 除了最终 它会给你自己的输出 以外 它其实还有一些 的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叫做这一笔 这笔 预先签的这个交易 不应该是多适合的交易 那么这个输出 那么这个 特殊货币公料是怎么够造的 这个特殊货币公料 是由 提供了 命中 提供了一个公料 把它生存 然后因此在更新状态的时候 更新状态的时候 得到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 我要跟你 或者是那个 通道状态的 我要先给你把 新的入行签语交易 然后来交到你手上 用在上一笔 交易当作的这个 命运成立 然后从而使得什么呢 从而使得你手上 上一笔 我入行签语你的那笔交易 作为你 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 为什么当我要 给你更新状态的这个时候 又要说 我要给你支付的 我要给你支付的 这个时候 意味着新的这笔交易 会给你更多的 更多的价值 而你手上的上一笔 有些签语的这个交易 收到的价值 给你交付的这个价值 会更少 所以你愿意 可以传一个新的这个秘密值 给我 然后从而 就是说 从而使你 你自己表现何谓在 上一笔交易 在哪 因为你自己也有新的交易 同样 当你使用这个新的 日线产品交易 你交给我以后 我也非法 不用再上一个 日线产品交易中的这个 公样 然后交给你 也就是说 我不会再把 旧的这个交易再 出去了 总的来说 最终的这个效果 就是看这张图 会特别的明确 也就是说 对于来自 我们从任何地方来说 对于任何一方来说 他的整个产力通道的 预作都是我们 基于一个双千名的 一阶所去 预先签名交易 而任何一方的 预告预先签名交易 当中 都有一个输出 会给对方分配价值 而另一个输出 会给自己分配价值 在这个给自己分配价值 的这个输出当中 他最终会给你 会给你分配 就是说 如果这一笔 预先签名交易 他没有过期的 没有过时的话 而过时的这个定义 就在于 我们是否交代 那个特殊的通钥 背后的这个秘密值 也就是说 如果一笔 如果一笔预先承诺 预先签名 这笔交易 如果它是最新的 如果它表达 是最新的流行 那就意味着 这笔交易 他广播到区块链上 他不会造成 你只是需要等待时间 那么如果这笔交易 是你以前的 以前的这个 对在前面的交易 那就意味着 你把它搞出 会使得 你的对手 可以把 土龙图的输出 全是输出的 土龙图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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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知道了 土龙图 这个数据当中 其中一种 花费典件 就是特殊构造的 通钥背后的资料 还是知道变成 有的这种模式的话 那么我们就一段的去 作为旧的一笔 沉默交易 去迁与更新的 沉默交易 那在这个时候 它就构成一种 构成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允许双方 依据其能力量 把双千人的UTS 一段的去更新 对于双方的这种状态 那我们就说看办法 然后 然后 他把这个结果是什么 希望它可以无限次的 分析合约的状态 无需性的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尝试说 我们怎么把它当成 走着它 让它变成实际的一个用途 首先 这个UTSO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可能可以看出这个事情 可以要使用HTISO HTISO HTISO 是一方向的应用 一方购买 一方购买一个 HTISO 那么在用在制度上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可以 一方可以用这样的 像对方购买一个收据 我给你支付之后 你要给你一个收据 购买一个收据 购买一个收据 那么 这种特性是 HTISO 有个非常好的特性 就是在于它是原则化 就是 我给你钱 就是说 如果你要拿走我给你这个钱的话 你必须提供这个文化 也就是说 我中间一定会收到这个文化 然后其次它是可以把 多个操作 就是如果多个 有些 如果有个HTISO 全市 那么他们会全 全面把他们一起 要一起去 要一起去 这种特性使得 我们可以在 把闪电 这个 这个东西 可以使用 把它 让它变成一款 一个来更多支付充具的 这个工具 然后并且 进一步的 让我们可以在一个 有许多个界点 具有双方之间 一一之间 具有支付通道的 这个网络 把允许中间的这个节点 去帮其他人转发支付 因为你们转发这些支付 只要你们都是 HTISO 这类型式 只要都是相同的 行纪续放 他们要的 传续放 OK 接下来我们 要讲的是 DLC DLC 这个我给它这个 新的那个打 有双方的意思 就是其实 DLC这个概念 应该是挺早的 其实应该可能最晚的话 2021年已经提出了 它的想法是什么 它的想法是说 我可以根据 创业机的这个签名 然后下来才会有支付 9个例子 9个例子就是 假设 Ellis的报 他们想拿赌一场球赛的输赢 他们各自愿意下注一个BTC 而且 都愿意信任投入 那么 它的这个角度看的话 可以实现的这个效果就是 按卡外的输赢 表示这个球赛这个结果 比如说 是某一个 某一方有的的话 那么 就相信的是Ellison的赌注 或者是相应的是报名和赌注 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 它是怎么做到的 它依据的是 我们在 我们 一种特殊的密码数工具 叫做 签名施密器 或者施密器签名 它的这个关键的概念 我把它转发称之为 有验证的潮电器签名 也就是说 当一方给予另外一个签名 这个签名当中 其实隐含了一个 有效的一个条件 必须要把 你这个有效的条件 这个签名才是一个有效的签名 如果 如果你没有满足 那个有效的 他就不是一个有效的 他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签名 那就是他的这个有效的条件 其实是 你要坚强某个通料 对你的私要 我们刚好其实 对于 如果给定当死的话 如果给定当死的话 那么 那么那个断银记 他的签名的话 你也没用 他其实也是有通料 因为那个签名 对我自己私要 他的这个通料 是可以提前的 那么最终对于 这个东西的话 相似 待会单独对我 两一场 两场演讲 呈现 都会是这样的主题 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 为什么说他使用 可验证的条件签名 那么在这里 直接往下一次 最后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方面 首先是 甲乙双 帮助 有一个双签名的 输出 双签名的这个输出 以及他会有 一些预先签名的 预先签名的这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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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是 现在的话 预先签名的这个交易 比如说第一这个叫做 带有时间锁的 退款 退款 退款资金的这个交易 因为比如说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他到点到点 他没有发布 这个签名消息 那么需要有种方式 然后双方可以把自己的资金退出 那其中还有一个预先签名的 比如说 叫做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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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 他会得到两个BTC 或者是另一个情况 叫做 双方的资金 资金 资金 这个时候 对于 这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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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 看见他是 在图件性签名 什么意思呢 交给 这个签名 还是有这个图 这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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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演技 必须发布了对应结果的签名 如果他没有发布对应结果的签名 这个图的这个签名实际上是很小的 那也就是 IS不能有出口签 对吧 使用这种方法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签名 就是 可以依据断演技 发布了这个签名 对象使用这个签名 发布了这个结果 来去触发 脚力的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就是 你在比特币上要去做这个 Define 预约 就是去 用到这样子 我不确定这些事 应该就做金融预约的这个技术 那么 啊 DLC 通道 这个地方 还成交配 相同会有一个 跟专业的同会 大家详细的讲 用DLC 到底是怎么去拿通道 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这个 要求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使用上面的 S&S 或者上面的通道 因为它会产生 如果你在 呃 如果你在这个 输出当中 DLC的输出当中 直接 直接去 埋设这样的这个 这个方会使得 一方可以获得另外 另外一方的这个免费器权 那所以我们 就不能说 没有办法 只能够使用 在中间 要插入一笔交易 去 啊 应用这种 撤销方法 具体来说的话 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最终的这个 最终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啊 出出呢 然后放在最后面的地方 然后但是中间的话 我们需要插入一笔 这个buffer tax 就换通了一个 交易去 应用 通过这个buffer tax 去应用这个 这个撤销 去使用DLC 的通道 最后一个东西是 啊 啊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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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原理是说 首先 你的b的角度可以 出现 它是一种基本的 就是电路 那这种电路的话 通过组合这种电路的话 其实可以 为任意的计算出时间点 那么 因此 我们既然 把今天角度 它其实是 实际是可以执行这种电路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射击一种 其余比如EPS 或者这种 验语证证 这种挑战游戏 可以打过的 去 来让 获取它创造 每天的计算 去公使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 一个验证者 被获取 有公开的 公开的 一段计算的 就是说 每段计算 这个计算是 那么 验证者 可以由于获取 证明者 去公开这一段计 工程这一段计算 能够 它的 输入 输入 成功的想象的话 确实的方法 可以给它有 但是 证明者的作弊 或者是不想念 都会讨论它失败 然后 使得它会成功 它的基本不是有 可以 就是说 这是一个 一个电路 现在可以看 AMD 让AMD 表示一个 那这个文的话 它可以吸收 收 吸收感情度 输入 那么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语言 都会有 输入 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语言 他们会 使用 相当的输入 或者是他们的输入 比如说 第一个语言 第三个语言 最左边的这个语言 从第一个 第三个 他们都使用 没有输入 然后第二个 跟第三个 都使用 然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 只要我们给 每一个语言 每一个语言 都使用 比如它的这个比特是怎么输入的话 怎么输入呢 每一个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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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用 对它清楚 对它清楚 来输入它 那么只要我们给 同一个语言 总是使用相应的 和它进入的话 就在链上记录 关于这个电路的一个信息 而单纯 让双方 挑战的 这个参与比特 这个游戏的 这个方法 来去 自己去记录 就是哪一个 哪一个 它到底是哪一个 对应的哪一个数 哪一个汗气质的 哪一个原箱 来去保证 证明的那一方 它是没有办法作弊的 没有办法作弊的 意思是 就是同一个 同一个领域值 它应该只能使用 同一个 把汗气的这个游线 来接下来 一旦它使用 另一个汗气质 的原箱的话 它就会导致 验测值 可以把它的资金全满 那么最终的这个效果 最终的效果就是 我们首先 我们有一个 看这个 椭圆形的地方 看左边这个椭圆形 它是一个 开入的这个 开入的这个输出 这个输出的话 它可以保定四个海系组 它可以做这个 它可以保定四个海系组 它可以保定四个海系组 那么你别认为 它是一个海系开关 那么 它当验证者 发起挑战调养的时候 它的资金 会被转移到这个 response response挑战的 这个开入的这个输出当中 而 而 以验证者 接下来 没有过海系组 那个海系开关 也延续到了这个 也延续到了挑战 就是 证明者自己需要 打开的那个 揭晓的那个 飞行的这个数据当中 所以你看到 左边的这个海系组 海系开关一 所以右边的海系开关一 加int 它是一个对应 它是一个对应的 它是一个对应的 这就保证了 验证者要求 证明者打开那个 你就得打开那个 因为其他的海系组 你并不知道 因为其他的海系开关的 没有打开的一个海系开关 你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情况 有没有办法用 所以 双方会不断的 可以不断的 运行这样的 挑战 或者小型挑战 小型指导 硬方不再想 比如说 抗战者 比如说验证者 不再提出抗战 或者是 证明者不再提出 不再想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过一段时间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方就给他做 拿走别人 拿走别人说 或者是 证明者如果 你做病人的话 那么 验证者可以拿走别人 这个原因 到底 我们讲这一科 从这些东西的话 它到最后的话 它是一种东西 还是那的话 它是过时双方对 任何计算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可以全部把它通道化 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转到 运行那些计算 并且让双方对它 对它的这个结果 这更是对方 在这里我们不会 我不会再去告诉大家 自己去通道化 但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 首先是我们 因为PTDS 这些东西 它其实我们应该从DLC通道 中的ID当中取悉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 模仿的照抄 闪电网络的XNC 的方法 那么其次是它到底有用的 比如说其中的东西 是说JPCB 就是说 零知识的草件性质 它可以用来更好特殊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要向你买一个数据 那么 我要说想要某些条件 比如说 你可以先用你支持的这个证据 告诉我 你的你要卖给我的那个数据 它符合某些条件 对吧 然后当我们能够 当你能够 跟你能够认为这个状态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把我们的数据交给我 我就会把这个资金交给你 对吧 然后其次还没有太多的是 比如说 因为因为你可以在通道中 你现在你可以在通道中 你现在你可以在通道中 运行一对一个变的情况 那么 特别有个 其实还不知道 有没有人记得 以前的这个 准备会有这种实践 比如说 像YM4 或者是你IPMS 这类的安置的 对方 他们怎么实践 它其实就是一帮 要把另外一些 用 要把东西先扒到 发给 然后路上要运行 一个所谓的 这个 变得 变得 一定 必须 保存这个数据 不要能预期计算 他才能够得到这个 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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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保存他 你才能能够得到 这个最终的数据 这个应用 只要通过 验证这个 BDM的这个 结果 就能够知道对方 到底有没有办法的 保存数据 那么这个你在 你通过BCBN的 这个通道开导 你也可以往前回实践 你还可以有 想象 要一直回到超市派 呃 这就是 我的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 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 当我们知道了 B2B的这个脚本 它可以编成一些 啊 东西的时候 一些有用的 东西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都可以 都会把它放到 通道当中 上句话来说 因为MGSO的 GREGSO的交易 本身的 它的这个相同的 结构的这个特性 这是呢 我们 可以 把许多的东西都 都 组合 或者说 你可以在一个 你可以在一个 一个的数数 当中 签套 去 多数多的这个 啊 类似于GSO的这种特性 通过 预先签的这个 承诺交易的这种方式 给它预先签套 许多这个东西 而同时保证 它在链上依然 只是一个数据 以及双方可以 可以不断的这个 分析彼此的这个状态 而不至于需要去 在主要场中 发生交易 这个东西就构成了 我们 希望就非常好的 这个特性 和货版性 以及计算这个成本 以及构成的助别 都巨大 这个就是 有份 谢谢 谢谢 这场的话 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大家一遍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欢迎 下一位 站来给我们 分享 谢谢 谢谢